曾在酒店担任女公关被称为九国昆林的台中张姓女子 多年前被富商指控诈裁获得缓刑宣告 日前却被另一名台商提报她以母亲病为住院等理由诈裁数十万元 她6号在律师陪同夏先生说明 强调两人是交往关系 过程真诚付出情感绝被诈骗 你说她所有的报道都是不实的吗 我觉得她报道只有两分是真的 如果实施她就两分是真的 没有所谓的什么骗险 我没有骗她险 而且全部都是在心安情愿 因为这是司法的 我觉得给我的律师去处理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让你知道 其实对方就是 我已经提供给律师了 就是这边都会有证据然后去那个 之后会去法庭的工房这样子 张旅表示和该名富商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 自己也是以结婚为前提 两人交往约几个月的时间 过程中有正常的借贷关系 大约40万左右 绝对没有骗人钱贼 相关证据已经交由律师处理 为什么那时候会上我爱红阳这个网站 去认识其他男生 因为我是想要结婚 我又没有想要人家包养 对啊 所以你单纯的动机就是想认识 比较多的人没有其他动机 对啊我没有啊 因为我没有想说要上包养的站啊 挑选的条件有特别去筛选 所以自己可能也是希望以结婚为前提 所以可能用这个经济条件 可能也要比较好一点 对 对 不过就是想要以结婚前提 可是一直都工作就是都是女生 嗯 张吕表示希望大家不要认为 只要是小坤林讲的话都是诈骗 全都是负面 并且再次强调会全额返还 绝非诈骗 但对方借款后接收到诸多不实讯息 以致产生误会 突然诉诸司法媒体感到非常的遗憾 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 姜盛